我是来自越南的,是越南,越美辽华人协会的会长 也是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的副主席 就是来自越南也好,来自柬埔寨也好,来自辽国也好 也都是属于我们越美辽那个大团体 我们越美辽这个大团体就是很早就参加创办那个华联总会 所以变成我们还是华联总会的创办团体之一 所以这一次华联总会发动了这个救灾的运动 我也跟王玉川会长谈过 那么朝周围团一向都很热心那个社会的事情 所以坚持他们,虽然是比起我们越美辽会直接捐钱的晚一点 但是还没有减少他们对那个社会的热心,对祖国的关怀 那么他就跟我说,我说好了,你们捐多少也没关系 就算到了,能够拿出来,我可以带你来 一方面拜会我们这个新会长,雍文林先生 前一段是魏诚毅先生 那么这一次来拜访,也可以把这个支票封上来 那么大家合作团结这个 那么我说起来,我是今天出生 在越南长大,我出生的时候刚好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人打到那个越南来 我父亲母亲都是地下工作是反制的 所以要逃难逃过去金边 所以变得就有这个阶段 但是金边到目前我都不知道没有印象 从来没回过去 所以我一定要有生进来要回到金边那去看一看 因为过去越南以后就一直在越南 生活在那边受教育 所以变成我是跨两个国家的华侨 但是没有忘记好笑的感受,我们都没有 过去是中华民国 后来人对中国的感情很深 过去是中华民国,后来是中华人民中国国 只要中国发生什么问题 在越南也好,在吉姆也好 我们华人聚在一起都是谈论到我们自己祖国的事情 所以变成我们不会比香港人对中国的爱那么深 所以我们都很爱国的 谢谢大家